OK我們今天呢就要來進行最後一場 職業競技組的八強了 那在這裡呢是第一場喔 San呢對上Soubet 蟲王對上前衝王 那Soubet表示呢是不太喜歡前衝王這個稱呼 但是呢 蟲王對上前衝王那就準備開始了 那我們就準備進入遊戲囉 職業競技阿TOSUS來的時候我們也是介紹Soubet是前衝王 沒有錯 然後Soubet就在那邊哭了 他強調他是San之前 哈哈 好啦那順便跟各位提醒一下San呢 今天在這裡是用神族 那他也是剛剛打了非常多場的ZVZ了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這一次呢 這也不是開玩笑的 呃在五點鐘方向 也是我們大家熟悉的玩家了 那他不只是玩家喔 還是賽評喔 這個專業賽評 那他的名字是 展元的搭檔Soubetrush Soubetrush 十個 十個多了一橫 那七點鐘方向 七點鐘方向呢在這邊 紅色的神族 那他呢是來自 呃 當然都是來自台灣啦 這個San呢 欸 欸 我不小心講了 哇天啊 好好好 七點鐘方向呢是San San現在用的是一個神族喔 可能內戰打太多了 對真的 可能內戰他打不習慣 當然也不是打不習慣啦 但是呢 內戰通常總是稍微比較無聊 好 Soubetrush說 大膽猜測你要裸雙 七滴來了 這樣地圖可以毒死 七滴會吃別喔 San直接表示 我的狗可以飛 呵呵呵 好那San呢 剛剛也是講一個 重要的觀念啦 就是呢 這樣地圖 這樣地圖呢 神族 欸 好 神族呢 神族在這邊可以輸二礦 我們看San是不是要輸二礦喔 他已經存到了 三 兩百 三百 喔沒有 他蓋下了第一個的冶煉場 好啦 一樣喔 是要輸二礦 但是呢 沒有這麼快 爺爺場先下了下來 目前就是要存錢了 好這張地圖 我們看到現在呢 這個不像一般的 我們平常玩的地圖的斜坡 那要擋從族一開始的快攻 或者是 前期的這個壓 施壓的話呢 神族通常都是要 你要小心一點喔 你蓋的這個東西呢 會需要 位置會需要比較漂亮 那要不然的話呢 你一個小食物沒有蓋好 建築學一不OK 就很容易被 小狗闖進來 或者是 或者是就是會 會比較麻煩 那麼San呢 在這邊 準備要蓋BG了嗎 好蓋下來一個BG 中間留了一個孔 好蓋BG 好蓋BG 四隻小狗先出來了 然後狗樹呢 也是在提升 瓦斯是暫時沒有繼續挖 好 那麼 提了狗樹 那正在生第一隻的後蟲 後蟲是快要出來了 那...雙邊... 好,我按了,我按了,我按了 那San呢,蓋下了兩個的BG 哇,這消告竟然還滿... 哦,好,San呢,這就是他剛剛講的 這邊可以毒死 取消了 哇,我們看到鴨坦在這個頻道上囉 天啊 嗨嗨,這個小羊可能不認識 雅坦呢,是 呃,我們早期的 早期的這個 裁判之一 也不是裁判,就是 對啊,他以前管頻道,然後呢,非常非常 那時候非常的紅,但是後來呢 呃,就是因為要考試的關係 好,不管,沒關係,我們先回到遊戲啊 這個閒聊等一下再說,這裡呢 SOBEI呢,有五隻小狗 在San的家裡外面 那San呢,是用一個BG還有一個 BY在這裡呢,機械控制核心 來堵住這個門 嗯 改下了,第二個水晶塔 這水晶塔也是... 看一下San在家裡,他是下了毒暴蟲草喔 哇哦 好,毒暴蟲草 打算要職業撞暴啊 那我們就要來看San SOBEI在這裡的表現了 好,五隻小狗 五隻小狗 繞一下,來給San看一下喔 讓San知道說,OK,你只有五隻小狗 可能就是那種六隻小狗 一直在...一直在這個監視塔的那種 但是事實上呢 後面有七隻 的毒暴蟲正在做轉換 那...SOBEI應該會想要...想要... 欸,他沒有帶更多的小狗來嗎 喔,有更多的小狗要過來了 只有毒暴蟲是不行的喔 你毒暴蟲炸開之後 需要有後面的小狗來幫忙 San這個時候有沒有辦法擋下來呢 有嗎? 小狗直接跑進去了欸 這些狗是有狗樹的喔 這個要悲劇了 現在呢,San會需要趕快在這邊補起來 補一個BG 或者是...就是...只要能賭門就好 然後呢,但是呢 SOBEI這邊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狗進來了 這個光砲也被...要被打掉了 天啊,也被打掉了喔 天啊,然後這裡呢,剩下一個水晶塔 哇,不行了 San呢,打出了GG 哇... SOBEI表示 你居然敢看不起我 用ORK 你以為你...呃... 你以為你...你用了這個...獸人 你就有辦法...就有辦法贏嗎 讓我做到這個了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